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号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外记者会 他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坚持爱国者治港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总理好 我是凤凰卫视 凤凰网 凤凰秀的记者吴小丽 很高兴能够见到您 虽然是以这样特殊的视频方式 过去的一年 香港也因为这场特殊的疫情饱受经济的打击 我们知道您一直心系着香港 香港未来的两年将进入选举年 而此次全国人大会议就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做出了决定 人大常委会将就香港的选举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 想请教中央政府是看到了什么 外界对于一国两制如何继续的实践充满着关注 您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将来要如何行稳致远 谢谢总理 我们明确提出要继续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辞职的方程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落实好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机制和执行机制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实证 关于你问到刚才全国人大就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做出决定 决定很明确 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 始终坚持爱国的治港 也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去年香港受到了多重冲击 我们希望香港各界能够携起手来 尽早地战胜疫情 实现经济恢复性增长 改善民生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中央政府将会全力给予支持 谢谢